小松菜又称为日本油菜,富含许多不容错过的好营养。 对此,农粮鼠表示,小松菜属于十字花科的青菜,富含纤维、维生素及矿物质,能促进消化、有益骨骼健康、抗氧化等。 值得一提的是,乞丐含量更胜菠菜、牛奶,但专家也提醒,胜功能不好者则要小心摄取。 农粮鼠在脸书粉专显想农一二解农粮鼠发文指出,小松菜其实原产于南欧及北欧地区,传入日本后,多于东京江湖川区的小松川一带种植。 相传牧府将军德川吉宗行至此地,尤为喜爱此区域赤道的青菜,便赐名为小松菜。 因此得名,小松菜对健康有许多正面影响。 农粮鼠指出,其属于十字花科青菜,口感清脆,苦涩味低,且蕴藏维生素K促进钙吸收。 有益牙齿及骨骼健康。 富含膳食纤维,可促进消化。 拥有抗氧化成分如维生素C白胡萝卜及萝卜硫素等能促进新陈代谢,维持健康生理机能。 根据食药署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显示,每100克的小松菜含有126毫克的钙。 超过菠菜的81毫克和全制牛奶的104毫克,属于高钙蔬菜。 然而,虽然食用小松菜好处多,但营养师夏子文接受TVBS专访时提醒,肾脏功能不好者要小心摄取。 另外,由于小松菜本身是植物,草酸含量会影响钙质吸收,若本身没有乳糖不耐症,也无需特别将其取代牛奶。 至于小松菜该如何料理,农粮鼠分享除了清烫、清炒等方式外,也可搭配苹果、奇异果等水果搅打为蔬果之饮用。 日本农家也会将其制成自物,增添风味。 在小松菜保存方面,农粮鼠提到,除了透过冷藏保鲜,日本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也推荐,精轻洗、沥浅、切断后放入保鲜袋即动保存。 取出后免解冻即可直接料理或调味生食。 是简单又便利的料理小诀窍,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